欢迎捧场照理说事 统计数据显示 2022年欧盟海运煤炭的进口量高达1.16亿吨 同比暴增了超过三分之一 欧盟一直都是节能减排和新能源的大力倡导者 之前还最起劲的推动碳排放交易 要对碳排放不达标的国家征收所谓的碳关税 现在为什么要去买这么多的煤炭呢 要知道煤炭它可是最脏的一种能源 在应对气候变化当中 应该最先被淘汰掉的能源就是煤炭 想必听到这里啊 你已经找到答案了 因为欧盟现在要摆脱对俄罗斯的能源依赖 不能进口俄罗斯的石油和天然气了 自然就要去印尼去澳大利亚 进口更多的煤炭来解燃煤之急 欧欧冲突爆发之后呢 欧盟国家普遍都陷入到了能源危机当中 飙涨的能源价格和用电价格 让企业和老百姓是苦不堪言 欧盟必须想办法去优先解决能源的缺口 再热爱环保啊 也必须先确保有电用 别动着 你说对吧 所以也可以预见 在2023年以及未来的若干年 欧洲国家可能暂时啊 要先把注意力从碳排放 从环保转移到解决 摆脱对俄罗斯的能源依赖 所带来的能源短缺这个问题上 我看到很多人讲 欧洲不使用俄罗斯的能源了 欧洲的经济将会走向崩溃 又是常见的别人崩溃论 这种自嗨的看法 非常经不起思考 也完全不符合 人类未来的能源发展趋势 前一段时间呢 的确欧洲国家的能源价格暴涨 甚至出现了能源短缺的问题 因此呢 在网络上盛行的言论是 欧洲的制造业不是关门了 就是搬家了 这样下去 欧洲国家的经济就完蛋了 事实真的如此吗 在过去的一年里 的确有大量的欧洲企业 加大了对海外的投资 特别是高能耗的企业在转移生产 不可否认 俄乌冲突所带来的能源危机 加速了这些国家 向海外投资建厂的步伐 特别是那些高度依赖能源的企业 像化工企业 电解铝企业 既然未来的能源供应和电力价格 存在着不确定性 那这些企业自然要扩大向海外的转移 但如果您再去了解一下 就会发现 这些欧洲企业的海外布局 是近年来一直都在做的事 并不是俄乌冲突爆发之后才开始的 只是俄乌冲突加快的这一进程 双台目标下 欧洲高能耗企业在本地的生存成本 在不断的提高 这些企业早已经开始了海外布局 这个进程并不是俄乌冲突开启的 这种高能耗企业的外迁 本身就是产业升级的一种表现 不知道为什么会被贴上 欧洲制造业崩溃的标签 当然能源危机带来的能源短缺 电价上涨 肯定让欧洲制造业企业的日子不好过 欧洲企业的采购经理人指数 已经跌到了融枯线之下 说明欧洲制造业在萎缩 可这样就说制造业大规模的外逃 欧洲制造业完了 这实在是太牵强了 现在欧洲的能源价格 电力价格已经在直线下跌 天然气气货价格甚至已经掉到了 俄欧出的爆发之前 随着欧洲能源结构的转型 摆脱对俄能源依赖阵痛的结束 欧洲制造业还将会迎来反弹 这属于正常的市场反应 不必给人家上纲上线 再说了 欧洲制造业外迁 受益最大的并不是我们 而是美国甚至东南亚国家 具体因为什么 咱们在建制财经的节目中早就讲过了 国际大环境的变化 让正常的市场行为 受到了太多的政治干扰 跟中国脱钩的浪潮 正在席卷西方国家 欧洲制造业企业 也无法摆脱这个浪潮 必然会受到影响 欧洲国家会暂时把碳排放 这根弦放松一下 先解决眼前的能源危机再说 可是从长远来看 摆脱对俄罗斯的能源依赖 恰恰会成为加速欧洲国家 布局新能源 实现能源结构转化的动力 之前很多欧洲国家 出于安全因素的考虑 在减少对核能的使用 甚至要放弃核能 可现在欧洲国家 开始重新恢复核电站的建设 未来要更加重视核能的使用 核能的使用 会替代掉来自俄罗斯的天然气 要知道 法国的核电比例是世界第一 核电技术也是世界领先的 欧盟国家如果放弃了政策的限制 大规模的建设核电 那么未来用核电替代天然气发电 并不是不可能 况且双碳目标下 俄罗斯那些化石能源 除了天然气是重要的过渡能源 石油和煤炭都是将会被逐渐淘汰掉的 别看现在欧洲从印尼买了更多的煤炭 这只是个权益之计 未来会用更多的清洁能源来替代 包括核电站 光伏电站 一旦建成 对于传统化石能源的替代 将是难以逆转的 从这个角度讲 这场能源危机 反而是让火力发电企业 暂时起死回生 额无冲突让欧洲的能源结构 再加速转型 让欧洲的制造业再加快升级 更让欧洲的地缘政治 发生了难以逆转的改变 就像咱们之前讲过的 一旦欧洲国家真的摆脱了 对俄罗斯的能源依赖 俄罗斯可能就永远丧失了 对欧洲能源供应这个杀手锏 对欧洲能源供应这个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